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杰明 今天我要谈一下 有关民族主义这一个问题 最近呢王熙泽 在网上号召 中国的海外的反对派人士 应该声援华为 王熙泽并且号召 所有的这个海内外的华人 不管是异议人士还是非异议人士 都要来声援这个华为 因为据他说呢 这个华为代表的是 中华民族的利益 虽然任正非 他是一个大资本家 但在华为受到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围堵的情况下 声援华为就是声援 中华民族的利益 这是王熙泽的思维 王熙泽的这个说法 他这个力挺华为的这种态度 不要说别人 就连毛左派都看不起他 毛左派最近就讽刺他说 人家任正非这个大资本家 任那个任完 孟晚舟这个大资本家的女儿 用得着你王熙泽来关心吗 你也配信赵 王熙泽就辩解说 就诡辩说 当这个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 阶级矛盾应该靠后 应该放下阶级矛盾 联合起来 对抗外敌 并且他举了抗日战争作为的例子 他打了一个比喻说 如果黄世仁参加了抗日的军队 正在上海松腹血债 与日寇激债了 那么这个血了就应该放弃 对黄世仁的阶级仇恨 应该支持黄世仁抵御日寇 他的逻辑是这个逻辑 所以他要支持任志飞 支持孟晚舟 王熙泽的这种观念 是非常荒谬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王熙泽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是装不知道 什么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的民族 民族主义它的对象是人 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民族主义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以本民族为优先 你要善待本民族 你要善待具体的中国人 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你要善待具体的中国人 你要尊重中国人的人权 凡是不尊重人权的 那是伪民族主义 试问中共它有民族主义吗 根本就没有 中共它什么时候 争中国中国人的人权呢 没有 中共它善待中国人吗 也没有 它优待外国人 它外国人优先 它实行的是外国人优先的政策 一贯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它对中国这个主体民族 汉族怎么样呢 那更不用说了 汉族它在所谓的56个民族当中 它是最底层的那个民族 没有任何优待 少数民族都有优待 汉族没有任何优待 是56个民族当中的建民 由此可见 中共的民族主义 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 它是十足的伪民族主义 别的国家的民族主义 基本上都是要善待本民族 甚至包括这个 那个日本帝国和这个 纳特德国时期 他们也是做到这个 德国人优先 日本人优先 中共它是完全相反 它是洋人优先 到现在它也是给予这个 外国留学生超公民的待遇 甚至给予这个 甚至发动这个女大学生 给她陪读 给她免费陪读 这种事 这样的厚言无词 他配谈什么民族主义 他有什么民族主义 他都是伪民族主义 王熙哲 他说这个 华为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 是这个民族企业 请问 请大家看一下华为 他是否 他善待中国人 没有 他实行了这个 狼性文化 这是社会大文主义 狼性文化 他把这个 中国员工往死里炸 华为这个跳楼 或者自杀的 都有三十多个了 就是有名有姓的 都有三十多个了 三十六个吧 还没有名 没有姓 被他掩盖的 不知道有多少 华为 他的企业文化 就是赤裸裸的 这个弱肉强食 逼迫这个员工 加班 残酷的压榨 残酷的榨取 把人不当人 把人当成这个 摇钱树 当成机器 一张皮 榨树里 饿两油出来 这种原始资本主义 敲骨吸水的这种压榨 他能代表这个民族的利益吗 他代表什么民族利益 他把这个中国人 中国同胞不当人 当畜生 当这个奴隶 当机器 那个员工 华为 所谓华为 没有老员工 老员工 因为要给高工资 他就不让有老员工 华为很少有超过十年以上的员工 都在把你狠狠的炸一把以后 把你一脚踢开 你捏去稍微大一点 他都叫你滚大 采取各种 各种方式整理 迫使你辞职 他这个能代表 这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吗 这什么流氓企业 王熙哲这些人说 要华为 他创造出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是中国复兴的基础 他的技术是用来做什么 他的技术是用来帮共产党维稳 用来监控 用来过滤 中国老百姓的手机 他的技术是用于助纣为略 用来压制中国人的人权 这是代表民族利益吗 我说的不好听 我就是不要这个华为 换一家这个外国的公司 只要有点良心的 中国人得到的实惠 都要远远好过华为 中国员工和中国消费者 得到了实惠就要强过华为 华为带来的所谓的实惠 外国的公司 一般来说 它不会这么敲骨吸水的压榨 它不会这么帮着共产党助纣为略 所以这个华为代表的民众化 民众的利益完全是个谎言 你们在王熙哲那些人说 华为挣得的利润 他用来建设中国 这个也是错误的 这个是荒谬的 是谎言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华为的 老总 任正非 还有他女儿任何周 都是全家 全家 移到这个西方国家 极乐世界 享受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 财产转移出去 他挣得 他压榨的中国员工的血汗 都转移到国外 让他自己享受自由民主 其余的都献给共产党 帮助共产党压制人权 压制民主 压制人权 他是帮共产党剥夺中国老百姓的人权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自由 代表什么这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 是相反吧 他是反中华民族的利益吧 所以这个 王熙哲 他那个鼓吹的民族主义 完全是伪民族主义 他是反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他是在著作为虐 为中共维稳 但有人说了 有人说这个 难道这个 不应该 不应该 因为中共也是中国人嘛 中共也是中国人 难道就不应该 维护中共的统治 要用外国人来统治吗 这个 这种观点是四社会就好比说 那个人是 他虽然略带孩子 他虽然略带小孩 但是他是那小孩的亲生父母 所以小孩 就应该 就不应该 把这个 不应该 鼓动这个小孩来反对他自己的父母 就不应该让这个小孩与他分离开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荒谬 为什么呢 虽然说他中共 他是中国人 但是中共他对待中国人呢 比很多这个外族的这个侵略者 还要残酷百倍不止 中共他比日本帝国主义 他比日本当年的这个清华日军更残暴 很多中国的那个私人的民战 没有被日军给没收 没有被日军给拆毁 都被共产党给没收 给强拆 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些作家 这个学者 没有被日本人 日本清华日军战领军给杀害 后来反而被这个中共给迫害致死 他比中共 他比日本人还要比清华的日本人还要残暴的多 他比这个西方这些猎强 他残暴的百倍不止 他甚至比苏联共产党还要残暴 他怎么 他怎么这个 他怎么有合法性的 你按照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 你一个 哪怕你是亲生父母 你对待小孩 你略带小孩 都要取消你的肩负权 都要剥夺你那个小孩 对小孩的肩负权 就把小孩从你那里拿走 那何况你是这个 你作为一个政府 你是略带你本国的这个 本国的这个民族 那你 那反对你难道不应该吗 反对你这个政府 就是反民族吗 你这个政府代表了什么民族 你根本不能代表民族 你是略带本民族 那你反对你这个政府 怎么有违于民族主义 所以王熙哲他是完全荒谬的 他那个民族主义是 没有人权的民族主义 是优待外国人的民族主义 就是任正非 他那个华为 他都是优待外国人嘛 最近那个应急员工曝光嘛 他在他公司里面 同样的工作 给予这个白人 给予这个外国人 高得多的待遇 但对这个本国的员工 都往死里炸 非常残酷 所以任正非他那个华为 他代表什么这个 中华民族的利益 他是反中华民族的利益吧 他是代表略带中华民族 所以中共这个政府 他也是一样 他都是代表略带中华民族 他处处优待外国人 把本 把中国同胞视为 借名 他他即使中共的成员 他是中国人 那也 那又有 又有什么分别呢 倒不如这个 说白了 倒不如让那些 比较开明的这个殖民者来统治 那个外国殖民者来统治 比如说英国 德国啊 这些国家的殖民者来统治 也比他好多了 所以 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就是 要让外国人来统治 我也不是鼓吹让外国人统治 中国的事情最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但是不能像中共这么解决 中共这解决比外国人统治还不如 甚至远远不如 那这个支持中共 怎么算得上是民族主义的 是反民族主义吧 所以 所以大家 这种大势大费的问题 大家要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这个中共 他不仅没有任何民族主义 他代表的是略带中国人的 他是一个略带中国人 摧残中国人的一个统治极端 他摧残中国人 略带中国人 那么他本身是中国人 又有什么分别的 他甚至比这个外国人统治中国更糟 比很多外国人统治中国更糟 中共他就像这个满清 就像那个满清的那个入侵者 他就像满洲人一样 他只能跟满洲人比 那种野蛮残酷 阴毒 狡诈 他只能跟满洲人比 他比其他的 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列强都坏多了 所以大家要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 不要为这种是是非的民族主义所终祸 王熙哲他鼓吹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伪民族主义 是反民族主义 他鼓吹的要支持华为 要支持中共 实际上王熙哲 他是在鼓吹支持剥夺中国人的民主 剥夺中国人的人权 仅此而已 岂有他在 王熙哲这一套东西是非常可耻的 非常邪恶的 请大家擦亮眼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